四月份 今季未到台南翁來的新三季 市長安威特園 就過去幾年的支援 雖然在農會跟青龍頂單位 酒吧到房間區農會 古板行銷提供多年 今天非常高興又再一次來到了 我們新雙北最厲害的這個產銷地 也就是最厲害的消費地 我們板橋農會來行銷我們最優質的台南鳳梨 尤其是今天的主角是山上鳳梨16號田蜜蜜 田蜜蜜這個名字又蠻討喜的 希望大家吃到我們台南的鳳梨 心裡面就湧出一股田蜜蜜的感覺 這回的行銷於台南架就是 鳳梨為主當中剛才是鳳梨的選舉之外 還有鳳梨加甘品 當時還有山海地 可以有更多農業交流 那我們今年台南的鳳梨的產量 大概跟去年差不多 大概比去年要少個5% 但是這個銷售的業績在現在 不管是在今年在3月去東京食品展 參展或者是去接下來4月要去新加坡食品展 我想訂單都已經紛紛湧入了 去三雄龍會總幹事空 林彪是說自1808年開始 市府每當人率領著相關單位 到大台北地區來行銷台南鳳梨 酸團和消息的性格是相當的好 這也可見三雄的鳳梨 在到大台北地區消費者的喜愛 三雄龍會除了賣的鮮果以外 來做這個iPhone醬 在煮人家煮鯉魚 煮鳳梨烤鮭 還是鳳梨烤 這項產品是主要 在這產品生產的時候 價值有時候不好 那就是跟他們農民收工 這些刺激果、小果 我們來做加工 今天在電視網上 剛才我是新鮮鳳梨唱市之外 台南各地農機會 優質農地産品 也是賣到什麼社交的 社會者擁有來告白 用一個行動支持 台南的優質農地産品 南天新聞綜合報的